第九 老法师说你要知道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也是属于万法之一 万法都空了 因果哪里有不空的道理呢 那为什么讲因果不空呢 老法师讲说 讲因果不空是讲他相细不空 转变不空 因果的现象还是空的 还是不可的 为什么 因为因就变成果 因空了嘛 那果又变成因了嘛 果也空了嘛 但是因果它的相细现象是永远不中断的 因果的转变也是永远不中断的 所以说因果不空 是相细不空 转变不空 你现在的因就转成未来的果 未来的果又变成因 因又变成未来的果 所以说是相细转变不空 讲因果不空是指相细不空 转变不空 不是说因相果相 不是的 是讲它的转变 相细 善因决定感善果 恶因一定得恶报 老法师讲到这个因果不空 已经讲到非常的究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